海鮮 海鮮大家很喜歡吃 例如帶子蝦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快靚正 以前我在英國很多時都會煮出來 請朋友或當年在大學 請同學騙他們幫我做功課的菜式 這就是英式白汁海鮮 各位大家好 我是John Roger 鹹馬燦 我是一位食譜專欄作家 料理導師 和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HOME CHEF 我今天先買不同的海鮮 包括帶子、青口、蝦 其實任你配搭的帶子要做得好 首先一定要拿乾 印得很乾 然後燒紅了一鍋 放進去 這個時候可以將一些無鹽牛油放進去 然後看看 一翻出來 下牛油很漂亮 這就是我們要做到那個效果 大約是每邊是不會多過一分鐘 帶子做好之後 夾起袋子 這個時候用原生煎餅 下少許油 接著第一個步驟就是將洋蔥切柚條 爆炒 這個菜式 其實是一個 懶人食譜 但是可以放得上桌 因為做得漂亮的話 你可以做到一個很細節 你可以配一些薯蓉 又或者很家庭 很home的 就是用來鬆花 鬆意粉也可以 除了洋蔥之外 我們有少許沙律 即是乾蔥頭 都是給予香味 可以這個時候放進去 大家都先爆炒 洋蔥爆炒得很香 洋蔥味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做一件事 就是有少許蒜頭 蒜頭我們將它做蒜片 切了去 放進去 可以把火轉為細小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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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些沒有鹽的牛油 我們把一些沒有鹽的牛油 我們把一些沒有鹽的牛油 一次過放進去 大約的份量是20克左右 大約的份量是20克左右 炒一炒 牛油先炒 讓牛油融化 我們拿一汁麵粉 將它大約是一個湯匙左右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炒一炒 炒到你看不到那些麵粉 為準 我準備了少許的上湯 你可以用雞上湯 或者是肉的上湯 然後慢慢加下去 它就會開始立刻有少許凝固 這個也是我們在西方料理 很多時候我們會做麵拌 做一些碎的醬汁的方法 千萬不要心急 慢慢來做 看到嗎 這個也是很碎了 就是我們想做到的效果 再加多一點 剛才我說過 這個很像我以前小時候 在英國讀書年代的菜式 我們會放一些英式介面 英式介面 英式介面和我之前 都介紹過俄羅斯法式介面的分別 英式介面是較為鹹一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到一個 英國很有名的小吃 就是芝士多士 它就是用英式介面 放進去 放進去 有層次和顏色都更漂亮 這個時候我把薯仔放進去 這些就是已經煮熟的美國焗薯 你可以切粒 放進去 讓它煮一煮 如果你發現好像有少許水 還有少許雞湯 再加一些湯 是沒問題的 最重要是不要一次過加水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就是柳西蘭青厚 就已經處理好了 全部放進去 還有一些蝦仁 蝦仁都是冷凍的 有甚麼特別的方法 你將它放進鹽水中浸泡 浸20至30分鐘 很快就會解凍了 根據方法 基本上每次處理這些急凍海鮮 都可以做出很鮮 很彈牙的感覺 蓋一下蓋一下 轉小火 讓它煮了大約兩至三分鐘 基本上差不多 因為蝦很快會煮熟 很香 最後我們可以加上 剛才處理好的帶子 說明可以用來請客 我們出動在西餐料理 經常都會用的 就是Cooking Cream 淡忌廉 放少許 如果你沒有淡忌廉 其實你用普通的全脂奶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接著按自己的喜好 放少許調味 放少許糖 放少許鹽 最重要是放少許胡椒粉 去調味 最後 跟著我們淋食 就可以一旦灑在上面 基本上這個就已經可以準備上碟了 試吃時間又到了 放得很漂亮 其實這個作為一個普通的家庭料理 這樣可以是一個食材一頓 吃一下帶子 先吃一下帶子 好吃 現在我們這樣 就是一個普通的家庭料理 你可以放一些飯 送飯 如果對於西餐的料理 你可以骨子一點 放一些薯蓉 Mashed Potato 在旁邊 加少許菜 放幾條滷筍 一個很漂亮的 見得人的盤 就可以上碟了 甚至乎 好像英國人有來做法 拿麵包去蘸 為甚麼呢 這個菜式 除了海鮮之外 其實醬汁加上薯仔是非常棒的 這個菜式的特點 又或是有甚麼重點 我會覺得 第一件事 其實我用了很多冷藏的海鮮 其實在外國大部份都是這樣做 但怎樣做得好吃 就是怎樣處理的方法 例如蝦浸了鹽水 浸了20至30分鐘 令到它沒有雪味 還有第二件事 給空間和時間的蝦 吸回水 這樣才會彈牙 然後第二件事 帶子煎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甚麼 火候做得好 還有第二件事 一定要夠乾身 最後放少許牛油 這樣就可以做出一個很香的帶子 不妨去試下煮 或者試下用不同的海鮮類 在這條影片留言 歡迎分享 最重要當然 看完影片 就是要訂閱伊天的YouTube頻道 裡面除了有我平台的影片 還有其他資訊 好了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下次見 下次見